其实欺负别人 迫害别人 他不懂得因果报应 如果真正懂得因果报应 不敢干这个事情 他要报偿 把因果参透了 他真正晓得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便宜的人 没有 有没有吃亏的人 也没有 为什么 他要偿摘的 杀人要偿命 欠债要还钱 因果同三世 麻烦在此 你杀了他 你害了他 夺取他的财物 他念念不忘 他就跟着你 他一定要把他讨回了 他才满愿 满愿 怎么个讨伐呢 投胎到你家里去 做你的儿子 做你的孙子 你夺取他的财产 你夺取他的财产 到最后你全部给他 如果你害了他的命 他也会害你的命 远远远相报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这是六道的真实状况啊 不能不知道啊 我们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 我们才能一笔勾销 我们受人毁谤 受人羞辱 受人陷害 受人障碍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过去深中这种样子 对待他 今天又碰到的时候 他用这个方法对待我 这一抱还一抱 欢欢喜喜 这笔账了了 我没有怨恨 我不再想报复你了 我们的账到此为止 莱森遇到了欢欢喜喜 这多好啊 可不能记仇啊 记仇说来一生 我又要报复他 再一生他又要报复我 双方都痛苦啊 不如我现在 忍受这个苦痛 一笔勾销 这多自在啊 我又要报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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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 耶稣 我都知道 在双方都追傲他 我都要报复他 我都要报复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